你覺得我做頻道有時候就在臭這件事情 那臭得理所當然的 臭的一無反顧的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因為奇度 臭什麼東西呢 臭就是說 好我們台灣的很多很多的女生 總之這就是一個現象 那這些女生會認為說 外國男生就比較浪漫啦 比較貼心啦 比較不會像我們台南一樣之類的這樣 那我非常不同意這句話 我認為我們台灣男生有的很多的特徵 有的很多的一些行為上的一些 不見得會讓女生討喜的一些特質 其實在全世界的男生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只是說今天會來到台灣 讓你看到的外國男生 他多半就不是那種理工宅類的 他多半就是outgoing 不然他來台灣幹嘛 不然他旅遊幹嘛 而且會來台灣的外國人 很多半都已經去騙了亞洲的各個國家 台灣絕大部分絕就是不會是他們的首選 絕對不會是他們的旅遊第一站 多半可能是反正去了泰國 去了遼國 去了緬甸 去了越南 我就再多加一站台灣吧 他們 gonna add another leg to my trip 所以來一下台灣 但也很有可能來台灣 他們發現台灣真的太棒了 就像我自己的一個好朋友 他是猶太人 然後他因為我的關係 跑到台灣的高雄去住了一下下 結果一發現一住下去 哇塞走不了了 所以他在台灣已經住了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了 他在中山大學上面學中文 然後現在我已經可以跟他用中文溝通了 他也沒有任何的打算 從台灣搬離開 可是他是會到處旅行的人 像他在紐約前一陣子有待了一陣子 然後他今年的暑假會再回到Ontario去 可是他在台灣的房子還是在高雄 那個壽山上的那個房子還是租著 所以好扯著幹嘛 我的重點是會來台灣的外國人多半真的就是比較會社交 好那那這是因為 呃就是剛所說的這些理由 所以這些外國人在這邊讓你接觸到 你就有一個很錯誤的印象 他認為外國人都比較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比較會跟女生聊天啦 或會貼心啦 或romantic一點啦或什麼的 那我這都是磨練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了這一個love letter 在說的就是 一個男生非常會mansplain 所以什麼是mansplain 這個字其實是很常見 你應該要會 那你不會沒有關係 我們馬上看一下 你知道explain這個字叫解釋 那把explain的ex換成了man 就是用一個男生角度來去跟你落落場 然後高高在上解釋 女生你不懂啦 我解釋給你聽啦 你知道汽車齁就是 就是什麼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這個煞車 我們怎麼去改裝他什麼幹嘛的 或者說是 你這個跟老闆之間這個相處不好 你不知道 我在我公司 我跟老闆是怎樣怎樣 開始跟你用男生角度解釋事情 這叫做mansplain 所以今天這個信在說的就是 我怎麼樣讓這個男生閉嘴 不要再跟我mansplain事情了 好所以因為他就是遇到了一個這種 所謂的理工仔 來我們就把這個信讀過去一次 前面都沒講什麼英文 哈哈哈哈 但我希望我們做這個系列 就是可以看比較長的東西 所以來我就一口氣 希望中間不要填太多 我們把他讀一次 好第一段先這樣子 所以總之他在網路上遇到一個人 然後他們交換了很長的一些訊息 那他就說了 這些長訊息這些交換 他應該就是要可以知道這個人怪怪的啦 所以他這裡才說 should have been a clue 所以這個should have been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假設語氣 那事實上他並沒有從這邊得到說 一個資訊就是這男生可能非常高危 這樣子可能很會mansplain 但是應該要的 那所以這有點後悔 好所以should have been a clue 所以他們總之後來就 總之就開始交往了 we have been dating 所以這個have been dating 也就是完成進行式 所以他們已經交往了兩三個月 而且現在應該講說 所以他們要正式交往 那have been dating for three months 的部分 他在這個語氣上 他認為還不是 所以他這邊說的是 we have been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relationship 所以他們是在往交往的方向上進行就是了 好啦OK 那然後呢 但是卻有個東西 開始讓他覺得不太爽 讓他不太爽 要怎麼說 doesn't make me happy 不是這個說的太 太沒有特色了 好所以如果一個東西 挑動你不舒服的神經 大概可以這樣子說 所以這個記者就說 get on somebody's nerves OK 所以他這裡說 something has started to get on my nerves get on他的 nerve nerve什麼東西 就神經嘛 這樣子 那我剛剛說的 就是挑動你不舒服的神經 這個中文大概也是聽得到 所以有一個東西 就是讓他覺得有一點 get on他的 nerves 那他不知道怎麼handle這個 situation 因為除了這個以外 其他都很OK 所以這個otherwise 有時候就可以這樣子翻譯 so I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because otherwise otherwise everything is fine 所以除了那個之外 一切都還是還蠻OK的 這個人沒有什麼問題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好來開始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他有一個鋪陳 所以第一段看完你就會想說 這situation到底是什麼呢 迫不及待看下一段 he does this thing people call mansplaining or notorious explaining 所以這叫做這件事情 就叫做 剛剛說的mansplaining 或者就是notorious這個字就是 惡名昭彰的 OK 所以他會惡名昭彰的去解釋一件事情 聽起來蠻奇怪的 我自己還沒聽過這說法 但無所謂 so he works in science so he is a smart knowledgeable guy who has a very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the problem is that he analyzes everything and feels the need to explain every single detail to me I mean if he asks me if I like the movie and I give him an answer he starts explaining the specifics of that particular scene and ends up discussing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60s for half an hour 好這很扯這樣子 好所以anyway 剛剛講這一段 所以總是他很聰明 他是在科學領域工作 he works in science 那我們有時候講理工 那現在有個詞叫STEM 所以這是我在看Jordan Peterson的討論的時候看到 男生多半往STM的領域去做發展 而女生比較不會選STEM 他們不會唸成STEM 他們就叫他STEM這樣子 so guys usually chooseSTEM as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pursuit 這樣子 STEM 那STEM是什麼呢 S就是science 科學 然後T是technology 所以 E是engineering Math 最後就是M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理工了 簡單的說 所以科學科技工程跟數學STEM這樣子 好 所以他說他是一個 he works in science smart knowledgeable 很博學 然後他有一個非常科學的角度來思考 who has a very scientific way of thinking 那問題就是什麼都會分析 he analyzes everything 然後他就覺得都一定要解釋 所以down to the last detail 所以他說如果說我今天 他問我喜歡一個電影 我給了他一個答案 然後他就開始解釋 就很煩就是 然後甚至一路會去捲捲捲 一直講到什麼60年代的經濟問題 扯太多了 真的是 好接下來 這問題是 那些時候 我只想要去聊天 和聊聊天 和聊聊天 和解釋 就聊聊天 就聊聊天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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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但他不停解釋 我還不停解釋 他也不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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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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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我的 好,講完了 所以最後這一段 說的就是很多女生的心聲 有時候女生就只是想要講講幹話 I just wanna hang out and talk about something without arguments 講一些不會吵架的東西 也不用分析的東西 講一下剛剛這個演員看起來多蠢 或者是音樂多棒 然後就可以停了 OK,不能停止解釋 然後她也沒有 she's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她的耐心已經快用完了 然後有時候她還會解釋一些 只有女生能體驗的事情 例如說她的月經 He also sometimes explains things that only women experience and that's kind of infuriating 這個東西就會讓她怒火中燒 所以fury這個字 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怒氣 F-U-R-Y 那她有一個動詞就是infuriate infuriate 她有一個字叫rage 也是我們講怒氣的意思 那她的動詞是enrage 這兩個字我通常放在一起講 或者說這四個字通常放在一起講 好,所以她就會覺得這個東西infuriating OK 好,那她到底該怎麼辦呢 答案來給她了 So start by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splaining and analysis 所以這個威威夫人給她的建議是 你要弄清楚到底什麼才是mansplaining 以及什麼是分析 analysis 所以,似乎有不同嗎? 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if he wants to process a movie out loud or work it out for himself maybe with your help that doesn't have to be mansplaining sometimes it's just examination 所以我覺得這個切入角度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說了什麼東西呢?再看一次 所以要是她 有時候男生想要去 看完一個電影 你需要有點時間來消化它 消化的方式就是用這種科學角度去切入或幹嘛 所以她剛說的看一個電影 然後她去開始解釋一堆東西 可能就只是男生再去把這個電影給消化掉 而不是試著解釋東西 這個角度我覺得蠻有趣 所以再讀一次 if he wants to process a movie out loud 所以一個詞叫做think out loud 我們有時候把他翻譯成自言自語 OK也就是把你想的東西 然後把他講出來 thinking out loud 所以她想要去process一個movie out loud 所以就是讓你懂了 所以消化一個電影 用一個講話大聲說出來的方式把他消化掉 或者就把他總之就是work it out 就把什麼東西給理順梳理開這樣子 而且有時候可能他是要你的幫忙 maybe with your help so that doesn't have to be mansplaining 有時候他就只是一種檢視 檢視這部電影 sometimes it's just examination 好像蠻合理的 so the mansplaining happens when he gives you an unsolicited lesson the period moment is a great example why would he assume you don't understand your own body 好 true 所以所謂的真正的mansplaining 男性解釋 到底什麼時候發生呢 發生的時間就是 就是他給你一些你根本沒有想要的一個課程 或者建議 所以這裡unsolicited這個字 生活上算是有時候會看到unsolicited 這個solicited 就是去 等一下這邊有沒有打錯字 solicited 應該沒有啊 好無所謂 應該沒有t結尾 對沒錯啦 不然會看起來會好像讀成solicite solicite solicite solicite就是去招攬東西 所以像我如果今天跟你想要去賣保險給你 或者我想跟你去 我是候選人 然後我想跟你 來來來投我投我 拜託一下握個手這樣子 so I'm soliciting vote so I'm soliciting vote 所以我想要尋求你的一個建議 你對感情的事情比我熟很多 so I would solicit your advice 所以solicite就是這樣的概念 跟一個東西來去 我一直想講都受這個字 可是不見得有受這個字 所以總之就是一個 一個跟一個 跟一個人討一個東西之類的概念 這樣子 好 那 什麼是unsolicited 就是沒跟你討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並沒有要你教我什麼 可是你卻教我了 所以我舉個例子 就有一次我在健身房打拳 打傻袋 那打一打我當然覺得 嗯還不錯啊 我就盡量調整我的動作 結果旁邊一個傢伙 他突然間就走過來 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打擾一下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說 先生你的腰喔 沒有真正的用上力 所以他就抵著我的腰 然後說你出拳看看 我說我出拳還真的有點卡卡 他就說對 所以你的腰要加上腰的出力 然後後腳要踏實 這時候你出了拳才比較真的有力量 然後我發現好像真的 所以我就謝謝他 可是 有沒有可能 今天我如果是一個比較 自尊性再高一點的人或之類的 我會覺得這樣的一個 不請自來的一個 一個教學 有點打擾我的練習 懂我意思喔 所以 雖然說我感謝他給我這個建議 可是我們說到底 他就是給了我一些 unsolicited advice 聽懂喔 OK 所以unsolicited下一個字 往往接的就是建議 advise這個字 OK 你就說那你會接suggestion嗎 unsolicited suggestion 我覺得還真的比較少 這兩個字就是搭在一起 我們講說這collocation unsolicited advice 好所以anyway 那他這裡用的是unsolicited lesson 也可以啦 所以他說的mansplaining呢 就是他給你一個unsolicited lesson的時候 所以剛剛講到這個月經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你最懂你的身體 他解釋個屁啊 所以他這裡也開了個玩笑 so yes I know I just marsplained mansplaining to you I'm sorry 那什麼是這個marsplained呢 所以總之你看explained這個字的plane結尾 前面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變化 那因為他的名字叫做mirredith OK 這裡有看到嗎 mirredith 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丟在前面 蠻可愛的這樣子 好我們再把兩段而已再把它看完 so this problem should be addressed sooner than later you're allowed in the moment to tell him that you don't need an explanation or lesson you can also bring this up before the next mansplaining incident occurs by letting him know that sometimes his analysis feels like a lecture as opposed to a discussion the relationship won't survive unless you can be honest about the issue yes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要早點解決 早比晚好 晚比永遠不發生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邊就有一個詞叫sooner than later 或者有一個或早或晚 就是sooner or later 這兩個都是很常見的片 OK sooner or later 這叫或早或晚 這樣子 那sooner than later就是 早點好比晚點好 那還有一個晚到總比不到好 就是better late than never 三個片語還蠻常見的 OK 所以像我們在開會 開到要開一個小時 然後現在已經開40分鐘剩20分鐘 結果你竟然這時候才到 然後那時候我可能就對大家說 我們來掌聲鼓勵一下這個誰誰終於來了 I guess it'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OK 所以有到總比沒到好 OK 好anyway 所以呢他就說了 你事實上可以跟他簡單的說 you can bring this up before the next mansplaining incident occurs 所以他下一次要長編大論的時候 先說一下一下 直接一點點 be honest about your feelings it does sound like you might be incompatible in general 所以這的確聽起來好像你們兩個並不太適合 incompatible maybe you should be with someone less serious who doesn't have to process every detail 你可能跟另外一個不那麼認真的人在一起 那這個人可能不用去消化每一個detail的話 那或許會好一點點 我一直講消化喔 可是這是我覺得中文的說法 像我們剛剛講說我要消化一部電影 可是這不是英文 就他的英文用的字不是消化這個字不是digest 他用的是process process這個字有時候比較翻譯成處理 可是我講說我看一個電影我需要處理一下這部電影 這不是很奇怪嗎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那個中文跟英文的翻譯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感覺而已就是了 就是我們習慣講的是我需要消化這件事 可是我們用的真的不是digest 我們用的是process 就像我現在還在process我的親人的離世或之類的 所以我還在心裡 還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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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還蠻奇怪的 OK 所以你會想想想為你為何要做這件事 最後這個建議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這麼困擾你 而剩下部分都很fine的話 你還是要想一想 那你為什麼這麼努力的想要讓他這個東西會work 好啦 Anyway 所以這個講的蠻長的 我自己感覺的到 那你覺得呢 你是不是會同意現在 總之外國有很多理工宅的這樣子 只是他們不會來台灣而已 不會讓你認識到 所以大家不要對外國人存有真的不切實際的 很多沒有意義的幻想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